祁山区广福社区的暴力预防工作 其实源自于一桩新闻事件 早餐店外围起封锁线 办官的铁门外还看得到 没卖完的早餐以及散落一地的纸杯 枪击案发生在清晨七点半左右 当时早餐店老板娘和员工都在忙着做早餐 店内还有其他客人 选犯突然闯了进来 呛吓后就开枪 随后逃离现场 而为了顺利推动社区防暴工作 势必就要有一群人来协助 因此广福社区率先开设西朵学堂课程 让社区志工及民众认识相关知识 后续还安排几位职工参与高雄市首届的西朵队长宣导团 及考取防暴宣讲师资格 像是当时的职工队长邓富莲就是其中之一 我叫邓富莲 因为我先生是职业军人 所以我一直在家里照顾小孩 很少外出 那我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几年的继扬 今年有带过十几个孩子 因为里面也有性侵的 家暴的 还目睹儿 还有被遗弃的 这些孩子我觉得除了我们给他有一个温暖的加之之后 也要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理 所以刚好我们社区 广泊社区有举办这个防暴领航计划 所以我们就加入这个行列 刚开始是我们成立一个西朵大队长 高雄是第一个西朵大队长 就是性别平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要打破传统的观念 把那个性别平等把它拉在一起 所以我在110年的时候就参加防暴宣讲师的训练 现在是高阶宣讲师 有时有带我的小朋友出去 我季养的小朋友 他们也是学习 看他们会学习 这个工作是从小就要培养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也是有帮助的 这个工作我会继续做下去 因为我觉得对我自己本身也有好处 对其他的人也有好处 尤其是我带的小朋友 他可以从小时候开始学起 这样对他也有很多帮助 因为这些受伤的小孩 要抚平他内心的伤痛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暴力 Zero TV Zero TV Zero TV 这个爱 暴力 强化了社区志工的量能后 广福社区也开始透过多元的活动将这些观念与知识往外扩散 其中因为奇美地区的新住民人口众多 因此社区也将他们列入宣导的重点族群之一 陆陆续续也吸引了几位新住民志工加入宣导的行列中 甚至还有人也通过了防暴宣讲师的培训 我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住民 我来台湾已经三十年了 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 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就有点语言有点不一样 沟通方面就有点困难 我就想说 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在一个因缘集会下呢 认识了一个在广福社区服务的志工 然后他说广福社区要成立一个西朵学堂 他要演一个短剧 我觉得说 我对这个短剧也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说 那好 我来参加看看 在这当中呢 他们就里面有讲到性贫生活 家暴问题 那我说 那关于那件枪击案 就是关于新住民 他们遇到家暴的时候 很无助 求助无门 也不知道怎么去 那我就从这方面 去积极的去学 看看到底 要怎么协助 这些新住民姐妹们 在这个当中呢 又有家房中心就开办了一个 那个防暴宣讲员的课程 那我更想要进入去学习 到底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 要怎么求助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找我 就是问我 如果他们家发生了什么 家庭暴力 然后我都会求助 叫他 看他们如果家庭暴力很 就是很积极的那个 不可以打113的 要打110 我会跟他讲 你不用怕 你可以到那个社区啦 还是里长啦 还是认识的朋友 跟他们协助 这样就不用怕被家暴啦 新住民姐妹从最初 冷漠没时间被服务到 参与分享 竟然担任家暴防治之工 让我们看见文化融合与蜕变 广告社区 借由家暴初级预防推动 组织50名的社区之工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守护着社区居民 从广纳多元朝向 福祉共享的武暴力社区迈进 从社区参与地图到 绵密的安心战设 并连接超商的资源 公司部门协力 让防暴网络更加扎实 从小鸡到鸡鸡 不分男女老少国籍 其望更多的社区 一同建构更多元的 家庭支持服务方案 以及社会安全化 异国文化 厨房展现社区产业新力量 兼顾新住民就位机会 文化融合 让防暴工作开花 结果 到底来 广乎防暴正回来 勤心防暴 广乎随暴 谢谢大家 性别暴力防止很重要 临暴力的社区是我们的目标 建立社会安全化 是我们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